欢迎吴逸宁小姐及赵英华小姐 来来来 请请 哇 好久不见了 二位 大家好 是民国七七年 是 你也是民国七七年 您是中国小姐 对 你是 加勒忠姐 加勒忠姐 对 什么叫加勒忠姐 加勒忠国小姐 加勒忠国小姐 反正都是很漂亮就对的 也是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上过我们的节目 对 我们也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出现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过 最近大家对选美感觉越来越冷却 我想请吴逸宁小姐来回忆一下 你在当时当学的中国小姐之后 对你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影响 生活上 是好的或者是坏的 我觉得有利有弊 选美之后自己学到更多 认识更多也体会更多 那 有利有弊 有利有弊是怎么样的有利有弊 讲明白一点就是走在路上人家认识我了 对啦对啦 这其实啊 这演艺人员也差不多 大家成为了公众人物嘛 这有利有弊的 比方说你去买衣服 那算你比较平 对不对 会啊 认出来都会用沙甲 帮人亲个名啊 算你八折啊 其实他已经加了一倍价钱了 算你八折啊 像我们也是有利有弊啊 我们是这样子找到街上去看棒球不用买票 不是就是我们去棒球加油 人家也不会收我们的钱 当然是有弊有坏的地方当然有了 因为每一个人不一定看这个公众人物不一定都同样的眼光 你可能是大家都很赞叹的眼光看 很漂亮 我们就不一样啊 也是蛮赞叹的啊 赞叹 赞叹怎么长得这样子 不是 不是 我们有时候人家看我们 看因为用这种眼光来看 但是还好 大家都是人嘛 其实我们心里面自己要认为说 我们都跟大家统统是一样 就没问题了 我记得当时这个赵英华参加 终结的这个佳乐小姐 好像是学生的身份 选完了 选完了也是学生吗 对 选完当学那一年因为有很多的活动 所以就必须休学一年 然后卸任任期满了以后再回到学校继续念书 那现在二位的卸任 对我们这个中国小姐的选拔 你是越来越冷却的 二位有什么建议的呼吁大家 我觉得学美本身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活动 我希望各位年轻的小姐不妨多多参与 多多体验人生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你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像出国社会侨胞或者是老军 这是你平常根本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是是是是 扮演秦瑞兰大师的工作 所以我争光 这个漂亮的小姐多多参与 这给父母也应该建议 希望父母们这个大家感情好一点 将来生出的小孩会比较漂亮 为我们制造更多的这个中国小姐 那现在你们二位卸任了之后 有没有跟以前这个竞选的伙伴 大家有在一起联络 有没有 有 还是有继续保持了 那他们也是跟你们一样 就是生活就规于很正常 对 大家都是选美舞台上走下来以后 工作念书这样子 是是是 将来二位都还没有结婚吗 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将来会有 有没有男朋友 目前还没有 以后会不会有 应该会有 应该会有 你希望应该是找帅一点来配合 像碰哥这样子也不错 那我也有机会了 那万一生下的女儿长得像老爸 那不是我吗 那也很可爱啊 像你这么红也不错 红 红要看清醒 你是不是漂亮的红 我们是和李莉拉拉的红 都不一样 希望你们二位啊 这个将来 虽然说现在已经谢日了 将来在我们中国小姐的工作上面 多多参与 好不好 谢谢二位的光明 我们稍待过一会儿之后 继续收看《连环套》